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趁着今天出去在公园里边转了一圈 我想谈谈最近的关于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实行的暴行 那个视频上传以后看的人非常多 出乎我的意料 但是留言里边又出现了一些让我担忧的观点 很多人 他是从反对犹太人出发去反对以色列的 他把犹太作为一个民族啊种族啊和以色列混到一起了 这恰恰是美帝国主义 还有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希望看到的 把他们绑架在一起 其实这种观点呢是非常荒谬的 比如说很多人说 至所以以色列那么猖狂 是因为犹太人控制了美国 犹太是财团 是金主 犹太人控制整个世界 这个呢不光理论上说不通 实际上也不不存在 就拿美国来说 美国的财团里当然有犹太人 也主要的还是白人 还有中国人 亚洲人 还有黑人 他不管你什么颜色 资本财团 他的逻辑是一样的 不管你是 是什么种族性别 但是你要是财团的金主 那么你就必须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 竞争导致垄断 垄断必然走向霸权 这是资本的DNA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 市场上的商品 市场的行为扩张 和种族和肤色和性别 一点关系都没有 离开了阶级分析 离开了这种对资本主义 制度的最基本的认识 其他都是胡说八道 因为在美国 其实犹太人 绝大多数是受歧视的 别看有些黑人 有些妇女 是财团的CEO 甚至有些亚洲人也是 但是在社会上 这些人都属于受压迫的 比如说犹太人 犹太人他就不如白人那么白 犹太人在社会上 他就不像白人那么理直气壮 好多犹太人 经商的也好 干别的也好 有的往往 他要把自己的姓名得改了 生怕别人知道 他是犹太人 然后呢整个社会 尤其是在西方主流社会里边 天主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都是建立在 这个控诉犹太的 这个基础上的 你看在美国的 圣诞节 这是一个最大的节日 这个背后的故事就是 谴责犹太 把这个耶稣给出卖了 所以人们在 学宗教里边 历史上 对犹太人一直是歧视的 那么 所以文化上也是 对犹太人呢 是一种歧视的 当然犹太人 他的地位 比亚洲人要高 比黑人更高 那是个等级制 但是说犹太人掌握了世界 那就是完全 是 帝国主义是 他们 这个宣传机构 故意这么宣传的 用反犹太 来反以色列 那么最后 你必然变成以色列 这就是西夫 熬成活的 他不是从这个 帝国主义 产生的 基本逻辑出发 还是用 人种啊 肤色啊 宗教啊 这方面来解释 这个 以色列的暴行 那么 你最后 就变成你的敌人了 所以 很多人 这种 用 通过对以色列的谴责 通过对以色列的谴责 去谴责犹太人 是非常荒谬的 然后呢 犹太人里边 有一大批 是反对 坚决反对 犹太 犹太复国主义的 所以 这一次 这个犹太 对巴勒斯坦的 这个暴行 引起了 犹太人社会里边的 大分裂 很多家庭 哎呀 为这个 简直就是完全变成敌人了 所以 犹太人里边 有很多 不能说是大多数 但是有不少的 是完全反对 哎 我刚才要走的路 不在了 我得重新找我刚才 要走一个小路的 所以他们是反对 这种犹太复国主义的 所以 这种阴谋论 把这个帝国主义 把犹太复国主义 这种现象的出现 归结于 这个宗教 归结于 犹太人 它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逻辑